爆炸發生之後 幾十人倒餓在徐州豐縣幼稚園門口外面 有家長、有小朋友 部分人已經沒有知覺 警方之後封鎖現場調查 事發在星期四挨慢近5點 內地傳媒報導 是學校附近一個小食攤檔的煤氣罐爆炸 當時正值幼稚園放學時間 大批家長接子女放學 最少8個人遇難 當中2個人當場喪生 6個人送院之後傷重死亡 另外有70多人受傷 江蘇省政府在南京等地 調派10幾個醫護人員去到豐縣協助救援 公安部也派出工作組指揮善後工作 當局當晚發出緊急通知 要求各地調查下跪安全隱患 並且推行改善措施 而較早前網上流傳一段聲稱是今次爆炸的影片 當局澄清影片涉及的是今年4月 外地一宗爆炸 與今次事件無關 無線電視記者陳雅正報導